大陸一家海底捞火鍋店竟然爆發打群架 一群人不分男女扯頭髮推人 拳打腳踢全都來 但不管這頭激烈廝殺 畫面裡出現一名女店員 火速衝上前收拾碗盤筷子和熱湯 桌上能摔的能撥的第一時間全手走 仔細算女服務生閃進鏡頭不到5秒鐘 桌上碗盤乾乾淨淨 熱湯也撤了 從另一個角度看這頭打得火熱 但另一頭好幾名身穿白色制服的服務生 分工合作挨桌收拾 這位阿姨更是深入戰區 桌上火鍋還在冒煙 出現一個疑似關火的動作 借著手腳利落收拾桌上餐盤 這名眼鏡哥更是趁亂端走桌上熱湯 其他服務生也忙著一桌桌收拾 網友大讚兼之又夠專業 誰都不服就服了手腳利落的服務生們 另一家餐廳則是同一時間上演 喜怒交加 這一桌客人在打架 那一桌客人和樂融融 圍成一圈唱生日快樂歌 網友笑稱這點的是鴛鴦鍋把 一邊打架一邊唱歌 另外甘肅這家人吃個火鍋 怎麼火氣那麼大 小孩才剛離開座位 這對男女看似談天說笑 女方卻突然火大拿食物猛砸 還抓起熱湯直接往男子身上泼過去 這名男子倒是逃得快 身上一點熱湯都沒沾到 反倒是隔壁桌的客人 無辜慘遭波及 記者綜合報導